贏者全拿請講規則 這一回合的答題方式是 提問之後A B兩個選項 大家同時間回答不用輪流了 那每一個人代表一千塊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一題的答案是A的話 三個人都選A 一個人就是存一千進去 所以會馬上存三千進帳戶 那會進行三輪 那到每一輪的最後一個 留下來的當時帳戶裡面 所有的金額都灌進 你的帳戶裡面 贏者全拿 總共進行三輪 第一輪第一題請出題 請作答 有三個人想法不一樣 兩個不一樣 因為我聽我朋友說 現在小學生 你問他未來的夢想職業 然後幾乎現在每個小學生的答案 都是YouTuber 然後我覺得YouTuber跟電商老闆 相較之下 他比較不用具備 那麼多商業頭腦跟能力 就是他可以隨手拍嘛 他如果住才是有趣的 應該是YouTuber他不會賠錢 對 他沒有那麼多的成本支出 你賠的是人工而已 電商有可能會費 他們看比較低 可是現在的電商很聰明的是 他有資源 譬如說他提 別人提供商品給你 你只要銷售就好 有一點類似代銷售 所以你是直接從中間賺利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根據台灣求職網調查發現 大家心中覺得最夢幻斜槓的夢幻工作 第一名就是YouTuber 35% 第二名是網拍的業者 34.5% 第三名是部落客 33.2% 其實都很接近 大家為什麼覺得YouTuber很不錯呢 因為你不需要太多的成本 只要你有創意有堅持 大家會想聽你講話的話 自媒體的路就這樣展開囉 是 來 兩位請休息一下 謝謝 好的 來 今天妳講 不要我們兩個錯 對 我太痛了 天啊 大家不要再做YouTuber了啦 對 你們三個存活的加三千 你們三個答對嘛就加三千了 下面一題請出題 女生越驚來 最怕驚血沾到喜愛的褲子 還洗不掉 請問 用哪種溫度的水 比較容易洗掉寫字 A 熱水 B 冷水 請作答 這個應該是送乾淨吧 通通學冷水 不是熱水啊 男生也知道 對 我正想說女優老婆 女優老婆的就是內褲 如果說沾血是我在洗 真的假的 不要做冷手 天啊 你現在在做冷手 真的 怎麼可能 他就是洗澡的時候就丟在 丟在那個浴室裡面 然後換下一個換我洗的時候 不是順手 你確定老婆會想要你講出來嗎 他可能會生氣喔 老婆可能會生氣 這樣會生氣嗎 女生這樣當然會生氣啊 男生氣的分女生扣分 對啊 沒有啦 這種東西就是夫妻私底下 我們知道她很棒就好了 不要講出來 正確答案是 B 冷水 對 那大家都會以為說用熱水洗得比較乾淨 但不是喔 其實像我們女孩 汗水 口水 尿液這些都是屬於蛋白質類的污漬 那這些呢 如果遇熱水會更容易凝固喔 更難清洗 所以正確有效的方式是用冷水 然後加上一些清潔劑啊 這樣就可以很輕鬆的洗掉了 下面一題請出品 請 古神巴菲特建議年輕人 只要增進什麼能力 就可以提升50%的財富 A 溝通能力 B 批判能力 請作答 溝通能力好像是比較正常 合理 合理 所以呢 蕭先生就選了批判能力 我覺得因為要增加50%的財富 就代表說你對於一般人 想到的事情 多一點反面思考 那你可能就會得到 別人得不到的財富 這樣思考 正確答案是 溝通的能力 巴菲特呢 他舉了一個很好的比喻喔 如果你這麼有才氣 這麼有才華 又很有錢 那又怎麼樣呢 你在黑暗中 對你喜歡的女生眨眼 他什麼都看不到 原因是為什麼 你傳達不出去啊 所以不管你有怎麼樣的能力 怎麼樣的 比方說你還有很多好想法 你都必須要透過溝通這個管道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增進自己呢 我們要精進我們的寫作跟口說的能力 可以口調比較好的人啊 比較會寫的人啊 就會增加50%的財富 好 請休息 來請坐 請坐 增加兩千 幫你擦乾淨 謝謝 八千喔 好 來 下面請出題 對的LOGO能幫你賺大錢 根據品牌色彩心理學 餐廳的LOGO設計成什麼顏色 可以刺激路人的食慾 A 黃色 B 紅色 請作答 不一樣啦 紅色的女儀呢 我是少過很多招牌 像是PIZZA的品牌啊 還有M的 它也是有紅色嘛 然後其實蠻多 我這樣少過很多餐廳的LOGO 感覺M本身是黃色喔 但是它後面的底是有紅色 就是紅色它是存在的 可能會有其他的顏色去輔佐 但是好像底色好像都有紅色 正確答案是 B 紅色 紅色呢 象徵著熱情活躍興奮刺激 那可以同時你就感覺很活躍喔 然後很消耗力氣的話 你就會感覺餓 所以可以促進食慾喔 所以很多飲料跟食物的公司 都會選擇紅色 那至於黃色呢 沒錯它是一個正向的顏色 可是它象徵的是 溫暖 樂觀 跟自信 它比較不能刺激食慾 只增加一千 九千元請進入凱夕的帳戶 凱夕追上來了喔 這就是妳一個人嘛 贏者全拿 來 請回來進行第二輪 好 要追上去了 妳現在是一號碼 我剛剛還想說我要叫車 來 接下來是 我們行長我本人想要加碼 行長加碼 加碼什麼 這題一答對 馬上就送來電禮了 平行來電禮嗎 對 大家要多努力了 好 來 請出題 請坐打慎重考慮喔 有來電禮喔 來電禮 來電禮 我來了 唉唷 我可以省了 蛤 真的假的喔 真的假的喔 那個綠不是像那個什麼游泳池 不是會說什麼 你那個裡面有加綠 所以有一些東西會褪色或是什麼 所以綠好像是會褪色 所以就盡可能不要 因為怕褪色我們就不要用到綠 OK 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第一海洋的漂白喔 沒有錯 海洋漂白的清潔劑呢 主要是透過氧氣啊水啊 跟碳酸鈉的作用 起到清潔衣物跟漂白的功效 非常的溫和喔 基本上彩色衣服也可以使用喔 那綠的話 雖然是有的時候 真的要漂白衣服的時候 漂白水你用含綠漂白 其實就像你們說的 對衣料是產生比較不好的傷害 而且接觸到皮膚的話 會太刺激 有可能會受傷喔 對 嗯 恭喜 加五千 恭喜各位答對的來賓 我們要送來電禮啦 對 請出我們可愛的Servi Plus 配送機器人 配送機器人 好可愛喔 好未來好科技喔 對對對 好帥喔 還可以緊急煞車 這是到底 給你們看一下啊 到底是什麼呢 英國原裝進口的 英國捷衣物強效去字劑 這個超好用 而且又這麼漂亮 它是有什麼不同的特色 你剛剛講說 活氧配方和穿透因子 針對特殊的物資 快速的處理 沒錯 特殊的所以 它是很特別的 彩色的可以用嗎 彩色的可以用嗎 家庭主婦最需要 因為它可以用在林口 對 林口有漢字 你看我們有時候沾到那個化妝品 粉 化妝品 對 或者是醬料 對對對 醬料 血都可以 有時候你覺得清潔的東西 是不是安全性上面的 當然 安全無零 一噴啊 寂靜 環保又安心 好 答對的來賓我們答應給你們了 請帶回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可愛的Servi Plus 來 好 謝謝 巴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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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聰明喔 這用頭的才行 好 既有五千塊的進行下面一題 請出題 有沒有第二次約會就看穿搭 根據研究顯示 女生第一次約會怎麼穿 可以提升吸引力 A 穿露肩上衣 B 碎花洋裝 請作答 蕭先生 你講的是 睡花洋裝 我就覺得如果說第一次就漏肩啊 有點太over 是不是太保守了 太保守了 就覺得我個人喜好的話 是那麼肩而已還好吧 太可愛可愛的 會比較覺得好像 真的嗎 可以再往下一步 凱希妳講 因為我每次穿睡花 然後男生都會說 你幹嘛穿你阿嬤的衣服 對 然後都會看不懂 所以我會想說 男生好像對睡花是看不懂的 看不懂的 看不懂 而且她以為妳是參加一明節來的 怎樣 今天是一明節來的 以為是采茶姑娘 對啊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是 A 穿露肩上衣 根據研究呢 男人覺得女人最吸引人的地方是 肩膀跟手臂 那我們以為很性感的 還看鎖骨啊 對 鎖骨 我們以為很性感的嘴唇或是胸部 男生呢 好像其實沒有那麼在意耶 我跟你講這一題我被我老婆害了 我老婆超多睡花養主 但是你其實想看她肉肩 你喜歡肉肩 我覺得你不是來上節目的 你是來做形象嗎 真的 她愛老婆 她剛剛答案她答案我就知道她騙人了 為什麼 我覺得很萬事兴 愛情 合理 兩位請到旁邊坐好好聊一下 天啊 怎麼會這樣 去參加藝名節吧 去採茶吧 來 三個人獎差三千 怎麼會這樣 下面一題請出題 別當豬隊友 美國研究發現 做什麼事情 真的會讓朋友變肥胖 A 嘲笑他變胖 B 常摸對方肚子 三個人選操作 他變胖 我記得我之前好像有看過一個報道 它就是說你要讓一個人變 就是你一直講他不好 就比如說你好像變胖 你好像變胖 然後他久了他好像自己就會 有那個大腦還是什麼觀念 他就會真的變胖 就頹廢了 乾脆又胖了 對 就會真的變胖 對 然後不是有講說兩杯水 你一杯水一直稱讚他 一杯水一直罵他 那杯水稱讚的會比較甜 對 感覺好像是這樣 我只知道那杯水放到念佛經會變甜 對 多說好話 朋友可能會比較狀態比較好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嘲笑他變胖 根據《兒科肥胖》雜誌裡面 一個研究表示 如果說成長過程中 常被嘲笑胖胖的青年人 他的發放機率相對來說 沒有被嘲笑的人這樣比起來的話 要高上33% 那專家推論這是你成長過程中 你一直被說你胖你胖 你就會形成一種我就爛 自暴自棄的內疚跟壓力 所以他們反而成長過程中 養成了不健康的行為 他就會暴飲暴食啦 拒絕運動啦 放棄改變 一問一